歡迎收看 自首自根自尾單字記憶法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我們單字記憶法的時間了 那麼這個時間呢 是針對單字的自首自根自尾來分析 那麼希望在看到一篇文章裡面不懂的單字時 能透過這個方法推敲出它大概的意思 以提升我們的英文閱讀實力 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 那麼好我們看一下 那麼這個呢 今天我們講到這個自首自根自尾單字記憶法 不同的 多樣的 那麼我們看一下它進一步分析MULTI呢 這個是許多的意思 就我們叫多許多 那麼它的字為PLE是形容詞 叫做什麼什麼的 叫許多的 它叫MULTIPLE 許許多多的 不同的 不同的 多樣化的 所以多方面的等於多樣的 叫MULTIPLE 那麼第二個呢 叫做MULTI STORY MULTI STORY呢是形容詞 是叫有多層樓的 很多層 多層樓的 那麼這個地方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分析 MULTI 是許多的意思 STORY STORY 這個本來我們在英文裡面它有一個意思叫故事 故事 但是它有另外一個叫樓層 這個地方是樓層的意思 許多的樓層 叫MULTI STORY MULTI STORY呢就是有多層樓的 多層樓的 那麼有許多樓層的等於多層樓 非常多層 MULTI STORY 好第三個呢 這個是MULTI LATERAL MULTI LATERAL的行動詞叫多邊的 這個我們講過很多次 那麼有從UNI的單邊 再來是BI的雙邊的 到這個地方 這個所謂的MULTI LATERAL 多邊的都出來 所以這個自首自根一合起來 大概它的意思呢 組成了我們就可以拆之一二 好第一個呢 MULTI是許多的 LATER 邊 再這樣ALL是屬於形容詞什麼什麼的 就 就許多邊的 許多邊叫多邊的 MULTI LATERAL MULTI LATERAL 多邊的 多邊的 好這是我們有關於MULTI 叫多跟許多的一個 一些幾個單字 我們來加以分析 好 那麼第二個呢 MIN 小的 好我們看第一個 MINUM 叫MINUM MINUM 那麼MINUM是什麼呢 最小量 那麼這形容詞叫最小的 最小的 好我們看一下它的分析 MINIM 那麼它跟這個 我們這個字首 MINI 跟多了一個M跟少一個M 它都是指小的意思 小的意思 那麼後面UM呢是指事物 它是名詞 所以合在一起呢 叫做 MINIMUM 最小量 量到最小 那麼它有一個相反詞 叫 MAXIMUM MAXIMUM叫極大化 極大詞 所以 MAXIMUM跟MINUM 呈現相反 一個最小一個極大 MINIMUM跟MAXIMUM 好 這是我們講到第一個 第二個呢 MAXIMUM 我們知道這個字是危機的意思 所以 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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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短暫的危機 也就小型的危機或短暫危機 好 我們看一下 MIN來小的 CRIS CRIS 那就危機 所以叫 MAXIMUM 短暫的危機或很小很小的危機 很容易可以處理掉 叫 MIN CRIS 這第二個 第三個也是 M-I-N-I A-T-U-R-E 叫 MIN MINIATURE MINIATURE MINIATURE是名詞叫說樣 形容詞叫小型的 MINIATURE 規模很小 規模很小 MINIATURE MINIATURE 那麼M-I-N-I是小的 AT是 自根叫做什麼 小的來做成什麼樣的事情 U-R-E是一個行為的過程 或者是結果 那麼就是 很小很小的做一個什麼樣的事情 這個結果是一個 這個來把它做成一個 用小的方式來做成什麼樣的一個行為過程 所以就變成縮小的 就縮小版 或者整個大型 像我們 把這個飛機做成很小的模型 或者把汽車做成一個模型來展覽等等之類的 把大的東西縮小 比例縮小 就做成小的縮小模型 所以說 MINIATURE 所以我們今天介紹兩個字首 有關於這個M-I-M-U-L-T-I跟這個 M-I-N-I 一個是指這個許多 一個是指小的 各做三個練習 來分析一下它的這個字首跟字根 怎麼組合成一個字 以幫助我們在未來看到不同的難知識 能夠從這樣的一個方法 來把它做一個拆解分析 使得我們在看文章的時候 更加的通順 更加能夠了解 好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所帶來的整個一個節目 如果對大家的講師幫助的話 別忘了 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及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期待 下次 自首自根自尾 單字機法見面 謝謝